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谢谢大家 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暴龙眼镜爱情保卫战 本栏目由不弄暴龙眼镜冠名播出 我们的节目是由休闲旅游领导者图牛旅游网特约播出的 休闲旅游找图牛下载图牛APP手机预定更便宜 选择幸福选择亚塞和来盼盼盼盼盼到家安居乐业 本栏目由拉方柔顺喜发路特别赞助 感谢拉方柔顺喜发路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 天天圈用户特权再升级爱宝粉丝下载 使用天天圈提问就有机会在爱宝节目中得到导师的现场解答 使用微信摇电视参与实时互动并分享至朋友圈 就有机会获得十五大奖 今天我们请到的是著名的节目主持人马丁马老师 欢迎马老师 演员主持人关林老师 欢迎关老师 华一嘉敬的副总裁曲卫曲老师 欢迎曲老师 爱情导师图磊图老师 欢迎图老师 好了 接下来先看今天的第一对嘉宾在情感当中遭遇了些什么 我跟他结婚这几年真是大风大浪什么都经历过了 跟演电视剧似的 我们家经济条件不好 幸亏有他我才能结婚 我从来没嫌弃过他家穷 但至少他得靠谱啊 没想到他一点也不靠谱 也不光是我一个人不靠谱 他和我妈妈也有矛盾 现在他想复婚 但是我考虑这婚不能轻易付 我想请专家帮我看看 想说复婚不容易 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曾经的夫妻分开 又是什么原因使他们想再一次地走到一起呢 让我们掌声请出这一对 来 掌声有请 男嘉宾小刘 39岁来自黑龙江 是一名工人 女嘉宾小李 36岁同样来自黑龙江 是一名保险业务员 来 有请 有请两位 欢迎两位 愿意把箱子里的秘密公开吗 愿意 谁提出的离婚啊 我 是 你 离婚多久了 离婚一年多了 一年多了 现在谁提出复婚呢 他 我不想复婚 不想复婚你来这干嘛呀 我想让张家帮我评解一下 你们这个复婚有什么不能复的理由吗 我们之间矛盾太多了 从什么时候开始说呢 从我们俩开始认识出对象的时候就开始了 怎么了 我俩刚出对象的时候 他家就非常困难 我俩是在厂子上班认识的 那时候他追我的时候 我把他带到家里 我父母就想问他身体单薄 而且家庭条件又不好 我爸妈说的 他还是农村的 将来以后成了家 不能总在外边漂泊打工 得回到家里去种地吧 他那身体将来要种地 没有体格根本不行 所以你跟着他将来得遭罪 所以我爸妈不同意 那时候我硬跟着他了 结婚才要了三万块钱彩礼 他都拿不出来 实在没有 我说拿一万也行吧 给我拿一万块钱 他去张了钱去张了结婚 最后就整了八千块钱 实在是太少了 然后我一生气 在他家一天早上洗完头 离着车站第二三里地 我走到车站 给我动的耳朵 水凉的大炮 就剩耳根子活动了 插在那边耳朵 没给我动丢了 我走到车站 然后回家 回家我姐问我 为啥回来了呢 说定日子了吗 我也没吱声 然后我家我姐给他打电话 说这怎么回事 我按他说 他两千块钱 他就不结婚 我大姐说 他出这么多年了 不能因为两千块钱 就不结婚 说你来吧 上我这来 我给你拿两千块钱 你们结婚吧 是我姐给拿的钱 我们结的婚 这就是说明 我大姐是看我这个人行啊 我对你好啊 是对我好 结婚三天 这矛盾就出来了 结婚三天 老婆婆就要改嫁 管我说 妈因为啥呀 好像说这儿媳妇 刚进门 对你咋地了的事 管老太说啥呢 因为家里结婚 说该给你六千块钱 这钱要不给你 这情况下 就得我去跟人过日子去 这没招了 我把钱拿出来 给还结婚 这就说明你孝心吗 就所以说 我也是为了你 为了这个家 我也是拼命去打 我孝心行 我认了 我认做 然后结婚 刚不长时间就怀孕了 怀孕之后 这一发现 她家结婚可多了 那时候结婚 就达到快三万多了 那么多结婚 要孩子不跟着造罪吗 我就不想要这孩子 所以我就买了瓶药吃了 我先把孩子打下去 得了 你吃什么药啊 打他药 不过这孩子命挺大的 没有打下去 实在打不下去 没招 我就得为这孩子负责任 不行我就跟他干吧 那时候我带孩子 八个多月 我跟他上地去拔帮米去 生完孩子 开始科二打工 跟他拼搏 先把机会还上 从完机会 我现在孩子大了 等到上学的时候 不能让他宰农村上学 要给孩子创造一个 良好的学习环境嘛 我先好好干完 然后在市里 争取买个房子 我家里有十九亩多地 其中有他大哥六亩半 他和我妈一家六亩半 一共十九亩半地 我和孩子连地都没有 就这点地 完了他大哥是单身一个人 完了我先 那个地一堆在一起卖了 就当我帮我们了 然后我跟我大哥杀了 我说那地你先给我们 卖三年 卖了之后 我们先在市里交个首付 买个房 将来还要在市里 能好好上学呀 完了我大哥说 还不帮我们 就因为这个 我们总是吵 我是那平常自己能力 人家乐帮就帮你 不乐帮你 肥的也说 我去跟他打下去 去闹家 那帮你是银行 不帮你是本分 恶兄弟不就是这么回事吗 后来你们住进城里了吗 住进去了 那不是挺好吗 那还有呢 再说因为这个地 还有老太太和我妹妹 都特别偏向我大哥 那时候那个地把鞋子 这没卖三年 没用他帮 我也把房买了 行了 然后又到家个三年了 我现在把地 再卖了 说谁卖地 谁养我老太太 我现在我大哥没有家 就得我俩照顾老太太 我现在把地卖了之后 把家里农村的是土房 那土房还是平顶的 直漏土 直漏 一下也就漏 我现在把地卖完三年吧 能够把房盖换上的 完了我卖给他妹妹 他妹妹家包地种了 不能卖给别人 才二百块钱一亩 我说你先给我拿两年的钱 就给我整房盖了吧 你们等于是把土地出租是吧 对 那不叫卖地 那叫出租 你看 对 这提了万天 两年的钱 我说你先给拿两年的 我先打应了 同意拿两年的 不知道回家过了几天 咋想的 妹跟我说 直接跟她说了 我不买了 没有钱了 她跟我销 完了我俩就回市里了 妹在家等着卖地 完了我回市里 她大哥在家卖地了 她大哥说要买车 卖地也把地卖给她妹妹了 卖三年的 她妹妹也把钱拿出来了 一顿三年的钱都拿出来了 我们拿她就拿出来 这跟你们夫妻来 这跟没有什么关系啊 这不都因为家里的损失吗 她观念我一提 她就不听了 我一说她家里 她就不乐意 就跟我干账 后来完了 然后那个老太太又有病了 有病不是谁卖地 谁管老太太吗 我大哥给地卖了吗 完了她管老太太 她给老太送医院去了 拿一千块钱交住院费了 然后给我们打电话 我去了 我去之后了 到时因为大夫吹缴 吹缓缓的时候 她不交了 拿不出来钱 没招了我得交啊 不能看老太不治啊 我那医院刺魂半个月 老太太是脑梗 必须得按摩 把打身包使 给按摩给洗脸 我去给洗脸 老太太说 你那手太喇叭了 我说妈 我这不跟你儿子想辅想的吗 我要啥也不干 我再也不能这么喇叭 她有病 那你非得和她一样呢 行 她是老人 我不跟她一样的 那后来呢 后来我回家 我总拿着事儿在我心里憋着 我第一个不顺音的时候 我就提 跟她提的时候 她就生气 我还生气打我 有一次打我不说 还要走 不跟我过来 动不动拿离婚 说事儿 现在是条件过好了 我在外面的时候 那一阵苦日子跟你过了 过到今天 现在有点好转了 你动不动就打我 还有一种离家走 要离婚 你打人啊 跟我逼的你知道吧 她始终就跟你俩要干上 你跟干也得干 不干也得干 我就是拿 就给我整个鸡眼了 我就还手了 你们俩是队友是吗 是的 那就不是她单打你是吧 不是 是你先打她 然后她还手 是的 这是男人守住 你怎么能打媳妇呢 是吧 再不算的话 一整就走 有一次走 其次一整走 她离家出走啊 她说啥呢 这活啥意思呀 这日子真没法过了 这活真没劲 说走吧 不如让车创死了 虽然说那么吵 也是有感情的 我不担心 她怕万一出去 有点啥事 然后我就跟着 跟着骑自行车 我在后座子跟着坐着 过那个板马线 一个大卡麻子 拉一车沙子过来了 给我俩创出十多米远 给我创出四多性骨折 给她创出三根软肋 这都是打仗造成的吗 那就别打了呗 关键你生气呀 你说家里这些事 然后你去年就提出离婚了 对 你是因为什么事 提的离婚啊 就是因为家里 这回因为我妈妈 老太太这不是 这脑桿还离不开人 我先把她接到市里来 还有照应 孩子也上学 我就在家就不去干去了 我就在家 刺吻孩子和老人吧 给她接了吧 完了回家 先去卖地去吧 这一说卖这地 我妈说啥呢 哎呀这地谁你不能卖了 地得归我自己管了 我自己吃个小药 得那个小病 我就自己够看了 我要是那什么 得大病的时候呢 你们拼心子 能给我管我呢 就管我 不管我就拉倒了 这优魂这事 回来我也生气 我俩回来又吵起来了 吵起来他打我 给三个板凳 挪到一起 轮消我 打得我半天 都上不来气 那我是也喝点酒 那是说是太生气了 你是经常喝酒吗 不对 他现在刚刚什么喝点酒 然后就因为这事 生气喝得打我 所以你提出离婚了是吧 对 然后你们就离了 孩子跟谁了 跟他了 男孩女孩 小女孩 今年十二 听来大概是不是 这几方面的问题 主要是跟婆家 关系不是那么好 老觉得自己的婆婆 偏向了大掰是吧 然后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现在等于 婆婆出现了养老的问题 是的 那我问你个问题 在你们俩十二年的 这个曾经的 这个婚姻生活当中 除了跟家里生气 你们平常日子过得怎么样 好吗 我俩感情还 当时为什么离婚的时候 没把闺女带走呢 我姑娘不跟我 跟她好 为什么你闺女不跟你呢 我性格不好 我对孩子也要 还好也打仗 你会动手打闺女啊 她打孩子是什么呢 她是太武力了 就武力解决 这拥啊 这个管孩子 她跟我母亲也是说 哪 她发生那个冲突 她打孩子 这我母亲不一样吗 你越不一样 我越来接 听明白了 你特想复婚 我特想复婚 是为了这个孩子的成长 跟你没关系是吧 有关系 我拿她这人心好 你离得她行不 不好过 你那时候 为什么同意跟她离婚啊 那跟我就是 感情说太激化了 就是现在离婚 也就缓和一下吧 你们拿离婚做缓和是吧 你们行 离开了这一年多 想她吗 没想 真没想过啊 偶尔的 在外边男的时候 还想想她对我好 但是为什么不想跟她复婚呢 又觉得过去受的苦太多了 是吧 是的 过不去这坎儿是不是 是的 好了 这一对该怎么办呢 问题交给我们的四位老师吧 一起进入 举比特问卷 幸福都是一样的 不幸各有各的不幸 女的觉得家暴是不幸 但你是受虐的那一方 也是施虐的那一方 其实你老公打你次数 没有你打老公次数多 是吧 是的 要说家暴的话 你老公应该哭得比你更惨 你觉得你管得住你的手吗 打老公打孩子的手 我要不生气的时候 我不能打 生气就打 你能管得住你的手吗 管不住就别复婚 复婚干嘛呢 继续打老公 继续打女儿 女儿十二岁了 她现在肯定记得很清楚 对于将来的每一件事情 你现在哭了 是因为你想女儿 还是觉得对不起她呀 对不起孩子 所以我说 离婚这事未必对不起孩子 咱们很多人都强调说 不要有单亲家庭 怎么这么不幸福 但如果有家暴的家长离婚了 少了一份挨打 那还不是离婚呢 这是一个不幸 还有一个不幸 跟婆婆吵架 你大孩子 你没事 还家里不和睦 跟老公还干仗 自己这不慢 这不愿意 那不愿意 当初怀孕之后 就想吃药 把孩子也干掉 这些事 哪个婆婆能高兴啊 这样的处理方式 幸福了才怪呢 因为啥事你都没处理好 其实方案很简单 如果回去能好好过 不打孩子不打老公 凡事好好跟老婆商量 别跟家里闹矛盾 把有限的日子过得更好 一步一步来 那就复婚 如果觉得自己做不到这一点 酷了 不还得离吗 我喜欢那大姐这脾气 刀子嘴豆腐心啊 我看她说的时候 都挺恶狠狠 但最后那事吧 反正一件她没少干 该伺候的伺候了 是该花的钱花了 是该想得到的那点力 是啥也没得着 你要说你真得着什么了 你也值 你啥也没得着啊 婚也离了 是不是 要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 我觉得谁家也都不容易 您要是说 以后再找一别的男的 我估计也得有新问题出现 夫妻还是那原装的最好 听你这话 你就说 希望你们这女同胞 能救泼下驴救妇了 是吧 我是这原装的最好 何况有孩子 我觉得那孩子肯定也是 在后妈再怎么好 也没有亲妈好 这毋庸置疑 我能理解 当妈的要是打那孩子两下 也是因为爱她 只不过是方法错了 我给一点小小的建议 就是我觉得我小时候好像也有点爆脾气 就后来啊 也是 也是就想改改这爆脾气 就是你想骂 或者想打 想出手 或者想发火这一刹那 稍微等五下 你都不用多等 就数一二三四五 你这个情绪一下子就能有这样一个缓冲 大哥你抄凳子的时候 你也想一下 有时候就会觉得也不至于那么大气 两口子能有多大气 所以我是挺看好您两位的 一上台你们俩一人说了一句话 你觉得矛盾深 你觉得矛盾多 但我们听来听去呢 跟你们俩感情好像没什么太大关系 都是跟钱有关系 打一开始 礼金从预期的三万 减到了一万 最后一万也没有 八千 那两千还是你姐姐给补的 图什么呢 其实你图的不就是他这个人吗 是的 身体不好 你还是愿跟他 挣钱也不多 你还是愿意跟他 为什么 为的不就是那份情吗 是 你们感情有问题吗 没有 他心思扑在哪了 的确都为了这个将 对 单从一个细节就可以看出来 女儿跟他不跟你 而且老公在家里的是满时大局的 都是被你打得不行了是吧 是的 才敢还手 有孩子 结婚十二年了 这是多么深的感情 你们离婚了 你现在又 其实还是没招没落的 对不对 否则你嘴上说 我不想来不想复婚 那你今天来了 其实你这个心思也是 大家都可以看出来了 你前夫现在也是心里一直有你 你们现在复婚的契机是非常大 只要摆正好自己的心态 不要动不动 用手去解决问题 多用嘴 多跟他聊聊天 多想想你们好的事情 对方做过什么令你感动的事 你这个家庭是有多么的重要 好吧 我希望你们俩和好 就这样 谢谢 谢谢薛老师 一个是善良的女人 一个是老实而本分的男人 为什么这么一对朴素的夫妻 这日子就会过成这个样子 为什么这么一对与人为善 孝敬老人的夫妻 却得不到家人的理解和知识 可能这个问题女方一直在想 我对人不错呀 我对老太太也不错呀 我们一对夫妻一直是与人为善的 为什么会导致到现在这个样子 为什么 女方一定在想这个问题 我觉得女方的答案应该是 人善被人欺吧 骂善被人欺吧 恨自己的男人没有用吧 女方是不是这样想的 是的 对 但是我告诉你 说你们善良 你们也善良 说你们不善良也不善良 你们对外人确实很善良 你们对对方却一点都不善良 说打就打 说骂就骂 所以问题就在这 你们窝里横 你们不移之对外 你们就把那些心思 把那些狠劲花在对方身上 这是你们最大的一个问题 我们虽然说 人善被人欺 马善被人欺 但这是一种极端的说法 另外还有一种说法叫做 人善人欺 天不欺 人恶人怕 天不怕 善恶到头终有报 只争来朝与来迟 其实真正一个人的忍耐 是一个人的强大之数 你们俩错就错在 可怜之人 必有可恨之数 你把外面的那些事撇开 正儿八经过自己的日子 因为你们心里很明白 对方都很好 对这个家庭也很好 对自己也很好 但为什么要为了外界的那些 那些不相干 或者是那些不善良的人 对你们的误解 而导致你们本身 内部家庭的纷争呢 恰恰是外面的那些人的 从中作梗 或者是一些某些情绪 你们才要更加 很好的团结在一块 而不能受他们的影响 关键是自己的日子 自己过 因为我们明明知道 男人是老实的男人 女人是善良的女人 干嘛要把那点狠近 来伤害彼此对方呢 她的妈妈也好 她的那个妹妹也好 她的那个哥哥也好 由他们一边去 你就好好的疼她 是吧 自己过好自己的日子 就可以了 怎么可以把手伸向她 和伸向自己的女儿呢 你不是是窝里返吗 正好让人笑话吗 所以我觉得是 笃定的过自己的日子 抓住自己可以有的幸福 十二年的婚姻 一个孩子 说句实在的 再加上女生又那么善良 男生又那么朴实 你们仨要是在一块好好过日子 其他的人会羡慕死 好吗 不要做轻者痛 愁者快的事 倒让别人看着笑话 把日子好好地过得红过去 让他们看 好吗 就这样 想什么呢 想以前做的 的确是太不对了 咋不对啊 不应该打他 真的不应该把所有压力 都湿得到他身上 嗨 这个哥哥到现在没娶吧 没有 对啊 老光棍啊 当妈的肯定偏他 为啥妈妈没拉饥荒 给老儿子 大儿子娶个媳妇 给老儿子娶个媳妇啊 欠人家的不 所以就是这么一个老妈妈呀 为什么呀 想清楚 别跟生活较劲 把内心最真实的话 轻柔地跟你媳妇说说 好 我们一起进入 柔顺拉方黄金60秒 我知道你也不易 是他们都是误解你 其实我也是 我做的也不对 我请你原谅我 回来吧 老婆 你这些年对我做的 真的太让我失望了 我为这家付出这么多 反而都这么对我 真的让我太伤心了 没话了 请两个 都说这个话不投机半句多 显然他们不是话不投机 是不知道怎么说 这十几年来动手动惯了 打惯了 好吧 我们还有一次 再次求助的机会 两位谁选 我选 来看一下 有三种方式 A 求助现场观众 B 倾听第三方的声音 C 再次的向爱情导师 进行提问 你的选择是 向爱情导师求助 来 图老师 我的说法 我的说法很简单 作为夫妻 把自己真正的善良和温柔 留给自己的爱人 外人能够理解 你是幸运的 外人不能够理解 你也未必是不幸运的 把自己的日子过好 是最重要的 抓紧时间付婚吧 就这样 来 两位 谢谢老师 请交换箱子 请回吧 两位 一对十二年的夫妻 因为家庭琐事 最后走向离异 来 请关门 离异年之后 两个人大概都会对家 有了一些新的思考 有了眷恋 虽然没有悬念 但是还有很多东西 我们想知道 一七十五个数 五 四 三 二 一 请开门 抱不下 抱不下 抱抱抱抱 使劲抱 男医生有什么秘密呢 那般女的看了也就融化了 老婆 回来吧 我知道你脾气不好 我可以让你 包容你 我不放心 把你交给别人 我是爱你的 来来来 站在这儿来 有礼物送给你们 现场成功牵手的嘉宾 将会获得由 火龙 暴龙眼镜 提供的情侣太阳镜 成功复合的情侣 还将获得由 休闲旅游领导者 途牛旅游网 提供的五百到三千 不等的旅游带经券 你们来喊开始 喊停 来吧 开始 停 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小花童 选择幸福 选择亚赛何来盼盼 盼盼到家 安居乐业 谢谢小朋友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 见证这个属于他们自己 浪漫而幸福的时刻 好 回来吧 回去了 以后会对你好的 抱的时候幸福吗 幸福 以后在想打的时候就抱抱 行吗 行 来 两位请回 要祝这对曾经的夫妻 今天再续前缘之后 能够有一个非常幸福和美满的家 有一个很好的未来 接下来我们看下一对嘉宾朋友 在他们的爱情道路上 遭遇了怎样的困惑 各位 一段人觉得泪的爱情 就真的不能要吗 在这个泪的背后 要藏着一些什么呢 让我们掌声请出这一对 来 掌声有请 男嘉宾小张25岁来自辽宁 是一名中介 女嘉宾小影24岁来自辽宁 是一名礼仪模特 来 有请 有请两位 愿意在这个现场公开箱子里的秘密吗 愿意 愿意 怎么就会觉得累了呢 女生 我们俩之间发生事情之后 她每次都来打我 每次都这样 每次都这样 真的没办法继续 我打她其实有原因的 打人还有原因 打她 你看我这身体你也看出来了吧 我这体格 就是我可能一个无意识地碰到她的话 可能就对她造成一个很大的伤害 你的意思就是你没打她呗 我没打她 是不是就是你的意思就是说 因为你这么壮 所以你这样一推她 她会很伤害 对 她对你最大的动作就是推吗 不仅仅是推 还有呢 更严重的就是掐我 推就算不小心 是吧 偶尔 扒了已经超出了不小心 这掐我 不是这个掐 我有一次就是 是这样掐什么 当时冲动了 掐她脖子了 但是她隐瞒了我一个事实 什么事实 我俩交往有半年了 四个月之后 我才了解到她工作是一个模特 模特怎么了 在我这个想法里边 我这个想法比较传统 我就感觉模特这个工作 对于我和我的家人 以及我身边的朋友 都无法接受 我干模特这个行业 我本本分分也没做对不起你的事 模特这个工作 我感觉一天到晚 陪着多少男人喝酒 一天到晚走台走秀 那只是你自己的想法 你让我怎么想 只是你自己的想法 但是这个模特这个行业 的确容易给人走向堕落 当模特的多了 那每个人都是像你那样想的吗 有一次我跟我闺蜜出去 晚上回去已经挺晚了 我就是不想回去了 然后我就给她打电话 我就说 我今天晚上在我闺蜜这住一宿 她就是不相信 我肯定不相信 因为你都四个月没告诉我 你是一个模特 我对你的先人已经下降了 你之前没问过我是干什么工作的 你们谈恋爱都不知道 对方是干嘛的 她也就是没问 她怎么认识的 朋友介绍 朋友介绍不介绍是干嘛的 你们这就谈上了 反正我心比较粗 也没问她 好吧 那就知道了怎么着呢 知道了最后 接着说那闺蜜的事吧 对不住打岔了 她不相信我 她不相信我之后 我只能自己一个人打车回家 闺蜜还埋怨我说 你怎么出了对象 我肯定不信你一个人 我都已经回来了 你还是为这个事就喋喋不休的 还是来问我 又来打我 然后把家人门能摔的东西都给摔了 我也不是主动想打你 我只是就是冲动了脾气上来了 控制不住自己 怎么打的你 就是也是推我一下 或者不论我一下 然后这就是自己就是在家上来气 然后家人门有些东西都给摔了 他有让我非常掉面子的事情 做什么了 就是有一次我和朋友应酬客户去酒吧喝酒 看到他在酒吧陪别的男人喝酒 我当时没事陪别的男人喝酒 他当时误会了 然后他也不听我解释 那只是我一个男同事 根本就不是什么别的男人喝酒 男同事谁能给你证明是你男同事 那咱俩之间连这样的信任都没有吗 不信任是你先不让我信任你 这件事发生之后 你又打了 打了 打得厉害吗 还行吧 我已经习惯了 然后呢 还有啊 还有啊 有一次我带他和我朋友吃饭 然后当时毫不留情 没给我留面子 直接告诉我朋友了 他是一个模特 我朋友当时眼神看我都挺怪异的 我觉得我没 我没必要就是不直接跟人家说 我的性格就是挺直的 我没必要非来说隐瞒什么 我就直言不讳地跟他朋友说了 就是说他的职业给你们俩的情感遇到了很大的麻烦 是这意思吧 对的 那你今天来的目的是什么呢 我就想让他换 就是专家能不能让他想法转变一下 让他不要再干模特这个行业了 不干了 然后你养活他 可以 然后你打他 我不会打他的 他如果转行了的话 他转行了你一样会打他呀 我觉得你这事过不去呀 你上来就说他隐瞒了我 他这个模特 主要我心里一个坎就是他这个模特这个行业让我过不去心里 就是什么 我就是因为他每次来打我 每次来打我 我真的受不了了 然后我就跟他提出分手 无法再继续相处下去了 就是平常出一些礼仪活动 然后在酒吧走秀那些 偶尔会有穿着比基尼那些 我就真的很难接受 自己的女朋友在这么多人面前展示 你们俩现在谁要分手 你要分手对吧 对 为什么分不掉 他就是不想分 我的确爱他 但是他这个 不是你爱他什么呢 他的他为人挺好的 然后性格什么都挺好 但是就是直接让我无法接受 我可能就是心眼比较小 我无法接受自己的爱人 在那么多人面前穿着比基尼 展现自己 姑娘问问啊 为了他你能不做吗 我挺喜欢我这个职业的 我不能 不能准备做到多大 今年24吧 这也是个青春饭 再有两三年吧 这行吗 两三年 现在说两三年 如果将来你还做呢 我想要的是你现在的转变 不想要你未来转变什么 好吧 我管不了别人 但是我的女朋友 我必须得为她想 我不想让她在那种环境工作 下面是你们的时间 一起进入秋皮特问卷 小伙子你干什么工作呀 我是一个房屋中介的经纪人 那不是经常跟女客户打交道吗 有 那你这也有可能发生一些不轨的行为啊 房屋中介我感觉 咱不说这个事 我的重点不在这儿 我对房屋中介和酒吧的模特都没有什么天生的好感和恶感 都是工作 对 对吧 对 都是人 同样的环境 出不同的人 这你认同吧 认同 但是我想法传统 传统就能打人啊 哪一条中华传统美德是可以动手打人 这是什么传统 别打着爱的名义装可怜 更别打着爱的名义动手打人 还装可怜 如果你不喜欢她的工作 要不你就说服她 换工作 要不你就离开她 是个男人就这种选择吗 反过来说 姑娘我再追问一句 会不会有客人让你们陪着喝酒 在那个环境下肯定会有 会有吧 对 确实让男朋友心里放不下 虽然这个事情不是说陪着喝酒就一定怎么怎么样 但确实难免有担心 咱说实话是不是 我相信你能健身自好 但是你得通过自己的行为让自己爱人放心 我觉得我已经挺注意的了 在你适当的时候能找到别的适当工作的时候 离开那个环境 问题不就解决了 我就是现在本身我很喜欢这种工作 我也跟她说过了 挣钱容易就那么重要吗 两三年以后 她说她能养我 但是我也不需要她来养我 挣钱容易就那么重要吗 不是说挣不挣钱的事 本身就是自己挺热爱这份工作的 行 你要是热爱我就没话说了 我觉得你一上来就怀着对模特的这种行业的这种误解和歧视 这是不对的 对于爱人的话 你是要信任她的 可是我现在想对你说一句就是 我觉得你放手吧 你很累啊 你的心里好累 然后她跟你在一起 她也好累 因为你特别介意这个事 即便是她今天开始不做了 她也曾经做过 而且你也曾经看到过一些你介意的事 你一辈子都忘不了 然后你以后打架的时候总会说起来 然后就会家暴 然后就会打人 就会有其他的连锁反应 我们无法让时光倒流 已经发生的事改不了了 所以你就往前看 找一个你认为脾气秉性都投的也好 职业比较核心的也好 这样的话呢 你也幸福 同时也放了我们姑娘 我好奇一件事啊 你们俩是怎么认识的 朋友介绍 说白了就是相亲 对吧 哎呀 这相亲啊 你们都不会 居然相亲之后 四个月你才知道 他做什么的 我先给您普及一下知识啊 相亲啊 至少要了解对方六要素 第一 姓名 别笑啊 真实的姓名 可能有居心不良的人 他会报假姓名 第二 做什么 第三 家住在哪 第四 兴趣爱好 对吧 五分别是朋友跟同事 最后一点啊 就是那个家庭 如此循序渐进 这才是一个相亲交友的正常的过程 我很难想象 相处了四个月 你才突然知道 他是做什么 是的 所以你们一开始啊 就犯了一个错误 如果我们把时间往前挑 如果你一开始就知道 他是做模特的 你还会跟他交往吗 不会了就 大声说 不会 女孩我问你一个问题 如果对方他不问你啊 你什么时候想告诉他自己是一个模特 他没问我 然后我也没说 就是想刻意地跟他说这个事情 跟他说这些 他可能会有些什么想法 我确实也 就是所以就没跟他说 这是关键 你自己其实知道 自己所做的有些事情 是可能会引起对方的反感 你自己其实是有意识地隐瞒 你们双方是互相不信 你如果够信任他 你就应该把自己 坦坦荡荡的一些事情 都告诉他 不要隐瞒 正是因为你开始的隐瞒 引发了他一系列的不信任 信任都没有 你们俩在一起谈什么呢 你不可能为了他 去换一份职业 因为你其实不够爱他 你也不肯 因为他做这个职业 你还依然爱他 你还出手打人 所以你也不够爱他 在你们爱情 这个基础并不深厚的时候 出现了种种矛盾 其实也是很自然的 究其根本就在于 一开始想去交友恋爱的时候 根本就对对方一无所知 只是看到对方有一个外表 只是看到那些肤浅的东西 所以既然没有一个好的开始 又有这么多的问题 何必要继续 问一下男生 可以啊 如果他不是在酒吧里面走秀 他是那种正常的梯台上走秀 哪怕是穿这种比基尼 你可以接受吗 这种我可以接受 可以接受 那我问一下 你之所以介意他在酒吧里面走秀 是因为你介意酒吧里面的那些人是吗 对 那你为什么要去酒吧呢 有时候陪一些客户 就是不得不应酬他们 去陪他们喝酒干什么的 啊 明白了 我个人对于在一些充满酒精的场合 穿着过于暴露的服装 我觉得挺危险的 这是我的个人看法 但其实我的看法不重要 关键是你们自己的看法 其实在我看来 女方自己对于自己的这份职业 似乎也有一点点介意 否则的话你不会不告诉她 但其实今天真正的问题不在这里 我们想大部分问题在男生身上 那就是虚伪 我刚才问你 我说你会去酒吧吗 你说你跟客户在那 也就是说平时你在那 你也看表演 只不过是那个时候T台上的人 不是你的女朋友 所以说 我认为你的行为极其的虚伪 往往有的时候 不管是任何一个工作场合 任何一个工作角色 往往干这个事情本身的人 可能内心没什么 但是周围议论讨论或者看她的人 心里却有了什么 所以把这样内心的 妄似的揣测和想象 强加到对方 道德这个东西用于律己的时候 好过一切法律 用于律它是坏过一切私行 而你没有这样的权力 对别人动用私行 用暴力的方式去动用私行 就更加错 所以我对你们的问题非常明确 女生如果你真的热爱自己的职业 保护好自己 大胆地去做 如果将来再找男朋友 你可以非常光明正道地告诉她 我就是一个在酒吧里面走秀的模特 否则的话 你如果自己都介意 别人就会更介意 而对于男方 如果你不喜欢 就不要去再折腾别人 同时 不要自己好像站在道德的高地 把自己先逃换逃换 我非常坚实的意见是你们分手 就这样 就这样还纠缠吗 还瓜葛吗 认识半年 打打闹闹 一起进入柔顺拉方黄金六十秒 小如 我来到这个节目就是想 让你和我成为于好 我经过专家们的 对我的说教吧 反正我想法有了一点改变 我可以等你一年 如果一年之后你还不换 我们俩就分手 我也跟你说过 我喜欢这个行业 刚刚也说了 我能做两三年 所以我不可能说为了你 如果你要是我继续成立这个行业 你如果要是还是继续这样对待我的话 我真的无法跟你在一起 你就不可以为了我就是 最多就一年 就一年 我都说了两三年 时间太长了 叫什么劲呢 还有一次求助的机会谁用 我用 来 女生 A 求助现场观众 B 倾听第三方的声音 C 求助爱情导师 你的选择是 A 现场观众 请现场观众帮你什么呢 我现在就是已经是决定想跟他分手了 然后让现场观众看一下 好 女生提出我想跟他分手 但是还没有最后的决定 如果你们是这个女生 是跟他分呢 还是不分 选择分手 请选择赞成 选择不分 请选择反对 各位请选择 现场有81.25%的这个观众 说如果他们是你 他会分 我们听听 大家为什么这么想 我觉得选择还是分手吧 为什么呀 因为太纠结了 旁边是你的 我女朋友 女朋友是怎么看 分还是不分 我和她的意见是一样的 因为我觉得感情要是 的基础是要两个人在一起 快快乐乐的 但是你们在一起半年了 我觉得这些痛苦和纠结 远大于快乐和幸福 我觉得这样的时光 你们都这个年纪了 不必要在这种特别纠结 而不幸福的感情里 浪费自己的时间 好 谢谢啊 两位交换箱子 谢谢两位 请回 请关门 看看今天他们 做出一种怎样的抉择 第七十五个数 五四三二一 请开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天天圈用户 王凡提问 结婚三年 有一个孩子 老公好吃懒做 不上班 靠家里养 也不让我上班 双方家庭经济也不好 我家还有一个脑瘫的弟弟 当初老公说婚后会照顾我 我才答应结婚 可婚后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们经常为没钱吵架 我压力好大 该怎么办 不轻诺故我不负人 不信诺故人不负我 结婚不是因为一个简简单单的承诺 而走在一块 而是生活当中长久的考验和观察 很显然 你犯了两个错 第一把自己的生活 太过于的寄推在自己的爱人身上 和男人身上 第二 你看错了人 所以接下来你要做到的就是 独立的承担起自己的生活 不要寄希望于他人 如果对方 还不能够改变 离婚 在这里要感谢各位收看了 本期由Blong 暴龙眼镜冠名播出的 爱情保卫战 同时要感谢 休闲旅游领导者 途牛旅游网 对本节目的特约播出 休闲旅游找途牛 下载途牛APP 手机预定更便宜 本节目由拉方柔顺喜发录 特别赞助 在这里要感谢拉方柔顺喜发录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